釋放更多出來 所以你會發覺它燙完以後反而更綠 是 我們把它撈起來 那今天其實在我們這個一起吃好藥的時間 我跟文玲老師穿上了這個女超人服 我們就是希望來提醒朋友 其實現階段 現代人的一種生活的 吃東西的一種方式 常常並不是有辦法達到非常健康的一個情況 其實我們可以藉由我們對於超級食物的認識 讓自己的體力也更超人 好不好 然後你要代謝好 身體才不會有負擔 對 比較不會造成 然後我們把新鮮番茄 番茄也是超級食物 然後一點點的黑胡椒 然後一點點的蒜末 然後一點點的鹽 然後我們現在要放另外一個超級食物 堅果類的 就是核桃 你稍微用平底鍋把它炒香 然後放進去 然後現在已經有鹹度了對不對 可是沒有油 那很多人說我這樣吃就好了 我跟你講 這個的茄紅素 紅蘿蔔的茄紅素 然後這個的葉綠素 還有那個堅果類裡面的堅果油 都要靠好的油才可以帶動 那因為我們要做拌的 所以我又用Extra Virgin 拌一拌就好了 是不是很適合夏天 那你這裡面吃了幾種Superfood 一種 兩種 三種 四種 五種 全部都到齊了 對 光是這一道菜 而且顏色很漂亮耶 對 光是這一道菜 你就吃了五個Superfood 所以你看喔 媽媽有的時候啊 可能我們買一些這個青菜回來 你要花好多時間去炒去處理它 事實上這樣子看起來 老師今天這樣子的這個做法 不僅讓大家覺得說 哇 這個超級時速的一個溫沙拉 很可口之外呢 也覺得真的超級Super的 對 尤其夏天喔 你可以做這一道菜 因為媽媽不會說 因為我知道媽媽做菜很辛苦 尤其是夏天 那個油煙 對 那你看這一道菜 只是燙一燙而已 就讓你可以吃到一道很好的菜 好啦 我跟你講 那一盤我們留下來給我們的觀眾朋友們欣賞 我們來吃這個 給你一個花椰菜 這樣 好綠喔 給你一個堅果 給你今天吃五項 我今天稍等會真的超人 你待會可能會抬起來 會抬起來 我們來吃看看 起味什麼 加的橄欖油會讓這個 蔬菜會有一個特殊的香味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們加的是Extra Virgin橄欖油 它就是橄欖新鮮的時候摘下來 24小時之內用石墨研磨 然後裝在這一罐裡面 所以你就是吃到新鮮橄欖炸出來的汁 可是並不是每個Extra Virgin 可以讓你吃起來是甜甜的果香味 如果你買錯的話會苦苦辣辣的 這一道菜就有苦苦辣辣的 那今天我帶的是比較偏甜的 好 那在我們今天呢 全台灣唯一一位這個 超級品油師 今天要加超級兩個品 真的很超級 告訴我們怎麼樣來運用 然後其實有一些油的口感呢 應該怎麼挑選 其實很多人他會覺得 我還是不太能夠接受橄欖油 到底什麼樣的一個這個感覺 能夠告訴大家是能夠普及大眾的 好不好 好 我們來複習一下這個 超級時速溫沙拉準備的食材 好 今天我們需要的是Extra Virgin橄欖油三大匙 核桃半杯牛番茄一顆四季豆十根 然後青花椰菜半朵 然後黑胡椒鹽蒜末適量 好方便啊 很簡單啊 好 沒有那麼難 當然它也夠Super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等一下繼續給它的 Super 好